罗云熙与白鹿连妹主演的古装仙侠剧《长月记名》 昨天迎来大结局 该剧改编自腾罗为之的小说 《黑月光拿稳避意》剧本 罗云熙饰演的魔神谭台靖 与白鹿饰演的黎苏苏 在剧中经历人 神 魔 三世 两人的命运多舛 感情之路十分坎坷 甜虐交织的剧情 让粉丝的心情随之忽上忽下 无法自拔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回顾 剧中那些甜虐交织的名场景吧 《长月记名》甜虐名场景 黎苏苏穿越到500年前与谭台靖相遇 先派衡阳宗之女黎苏苏 为了拯救被魔神摧毁的世界与家人 使用过去靖回到了500年前的圣国 一时附身在圣国叶家大将军的次女叶熙武身上 这个时空的景国质子谭台靖还未成为魔神 而是因魔态的诅咒 正在经历各种苦难欺凌的人生 黎苏苏意外发现谭台靖和自己是夫妻 然而之前的叶熙武对他百般刁难与虐待 要他在冰天雪地中跪在外面三天三夜 原本就身形瘦弱 此时更饥寒交加的谭台靖 眼看就要逝去 黎苏苏附身的叶熙武赶紧将他带回房间 测试他的体温并细心照料他 还教他化健身符 为了不让其他人起疑 叶熙武只能假装自己还是从前那个 刁蛮跋扈的2000斤 但他开始渐渐接近谭台靖 为了就近监视不让他再被欺负 以免累积更多怨气与痛苦 且不让他在尚未消灭血骨前死去 当谭台靖得知叶熙武会使用符咒时 便要求他教他化符 叶熙武担心他用符咒伤人 因此只教他花束蝴蝶等风景的符咒 尽管谭台靖嘴上说着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处 但看到美丽的景色让他心中生出一丝温暖 两人还在一起逛了集市 谭台靖对叶熙武180度的大转变感到十分怀疑不信任 并且发现自己身体对妖力十分渴求 叶熙武要谭台靖陪他去逛街采买 并替他买了一件新的衣服 因为上次送他的衣服被叶泽宇割坏 两人买好东西时夜色已降临 准备回家吃年夜饭 结果在路边发现一位老太太正在卖爆竹 叶熙武非常爽快地把所有钱都给了老太太 将所有爆竹都买了下来 这一善心举动让谭台靖相当意外 长月靖名田虐名长景 谭台靖与叶熙武进入蛟龙的般若浮生梦境 谭台靖在一跃族人的帮助下回到景国 打败哥哥谭台明朗后登上王位 并且开始收复疆土准备一统天下 为了让自己更加强大 谭台靖让狐妖偏然去寻找各种妖兽 让他吸收妖气 在与圣国征战途中 谭台靖打算前往墨河之中收服一只千年蛟龙 叶熙武销领一行人得知后纷纷前往祖旨 被唤醒的蛟龙正面临成神成魔的重大抉择 谭台靖先行进入了蛟龙的般若浮生梦境 叶熙武销领以及偷偷跟来的叶冰长 纷纷进入梦境中 在蛟龙的般若浮生梦境中 谭台靖化身十二神之中的第一战神明夜 而叶熙武则成为傍族公主桑九 明夜在和魔戒首领的大战中受伤坠入墨河 被桑九所救 然而暗恋明夜由叶冰长化身的天欢 擅自用了傍族宝物冰晶来治疗他 桑九的父亲得知后怒不可遏 此时桑九将所有过错揽在自己身上 并用自己的鲜髓取代宝物镇守墨河 而明夜为了报答桑九的救命之恩 便答应了桑九父亲要他迎娶女儿的要求 明夜手把手教桑九剑法剑术 桑九随着明夜到了上清神语进行大婚 在每日的相处下 明夜对桑九的感情从冷淡到剑生情愫 开始会在意他的想法 并亲自教他剑法与剑术 明夜帮助妖气反噬的桑九和修 失去鲜髓的桑九逐渐被妖气反噬 只有与明夜和修后才能抑制体内的妖气 明夜得知后二话不说便帮桑九和修 长月静明田虐明场景 神魔大战前补上洞房花竹叶 明夜与桑九受到天欢的挑拨离间产生误会 而明夜在面临与魔神大战之际 担心自己战死沙场 因此狠下心要与桑九对自己死心 神魔大战前一晚 悲伤的桑九换上下衣 和借酒消愁的明夜 圆了之前没过的洞房花竹叶 长月静明田虐明场景 明夜在神魔大战中重伤 桑九将他带回细心疗伤 桑九救了在神魔大战之中 身受重伤的明夜 将他带回河边小屋疗伤 并打算等他伤势痊愈 就自行默默离去 在桑九的细心照料之下 明夜终于醒来 但醒来的他发现自己暂时失明 因此桑九便以一个小竹睛的假身 在明夜身边照顾陪伴他 桑九有空就会带着明夜去晒太阳 希望他的眼睛能尽快康复 一日桑九为明夜梳头时 镜子反射的光刺激到他的眼睛 一瞬间他突然能看见了 明夜发现镜中的人竟然是自己最心爱的桑九 他继续装作自己还看不见 只为了能多和桑九相处一段时间 他甚至想着 若自己的眼睛一直没有痊愈 他们就能一直在山林中相伴 过着平凡快乐的日子 长月静明甜月明场景 谭台静与夜西物在景国感情迅速升温 谭台静与夜西物经历过蛟龙的般若浮生梦后 两人都对彼此产生了更深的情感 谭台静也逐渐生出情思 夜西物表示 自己想要和谭台静一起回到景国 于是谭台静就让他当自己的御前侍女 为了让谭台静产生更多灭魂丁 达到消灭邪谷的目的 夜西物千方百计想讨好谭台静 希望让他爱上自己 夜西物只要一有空就跑去找谭台静 各种垂背聊天煮饭等方法 无所不用其极 出乎夜西物意料之外的是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他为了收集灭魂丁的计划 但他在不知不觉中 对谭台静日久生情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情感 长月静明田虐明场景 谭台静与夜西物一起度过七夕 七夕之夜 夜西物和谭台静一起到街上凑热闹 两人看着市井的繁华和热闹非常高兴 谭台静一路上牵着夜西物的手 并告诉夜西物 今天是景国最热闹的日子 夜西物看见大家都戴着面具 也吵着想要一个 谭台静便各买了一个给彼此戴上 这时花车游行经过 夜西物刚好被选中成为颇寒节的神女 而谭台静则是被选中当魔神 夜西物当下感到一阵不安 他想起了今后的魔神 两人戴着面具在花车上完成了最后的仪式 长月静明田虐明场景 醉虐的大婚之夜 谭台静与夜西物的感情进展顺利 夜西物已收集到九颗灭魂丁 然而在夜冰长的算计以及萧林身死后 夜西物的内心被强大的罪恶感占据 于是开口要求和谭台静成亲 实际上是要在大婚之夜将灭魂丁悉数插在他心上 长月静明田虐明场景 夜西物以鲜髓换取谭台静邪鼓 谭台静因身上有萧林生钱送给他的宝物 护心灵打坏了夜西物的计划 两人的感情与信任瞬间破裂 被关在牢里的夜西物 只能以轻视之欲强行修炼鲜髓 在成功之时迎来雷洁 谭台静想要像在梦中一样 再次替夜西物阻挡雷洁 却得知他心爱的人根本不是什么夜西物 他来到他身边是为了阻止他成为魔神 夜西物用自己的鲜髓换掉谭台静的邪鼓 只愿他们生生世世不复相见 夜西物牺牲自己 而他在众叛清理后再也不能接受失去 谭台静将夜西物的大体冰在冰棺之中 打算跟他一起离开人世 谭台静为夜西物刻碑 并为他换上两人大婚时的婚服 随后放火烧了皇宫 要和他生死相随永远相伴 长岳记名田虐明长景500年后再度相遇 谭台静在那场大火中被白宇救了出来 白宇告诉他有一个办法能够让他重新见到夜西物 就是去一月族找到幽灵之水 谭台静在幽灵之水中拼命寻找夜西物的原神 就这样过了500年 500年后 逍遥宗掌门人赵幽真人将虚弱的谭台静救了回来 尽管心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还是收他为先门弟子 并把他命名为苍九明 苍九明和黎苏苏正视对彼此的感情 苍九明知道黎苏苏为了他做过这么多事 并经历各种误会和错过后 他们终于正视自己内心的感情 苍九明打算和苏苏永远待在长泽山 李苏苏用独门法术在苍九明身上 打上凤语形状的印记 这时看到自己当初亲手烙印在他心口内 六颗灭魂丁伤疤感到心疼不已 长跃记名田跃明场景 苍九明的般若福生梦 苍九明为了一劳永逸地斩杀魔神 关闭同碑道 只能接受魔神的力量 并尽可能让黎苏苏恨他 进而修成无情道飞升为神 因为他知道唯有真神能够消灭魔神 而黎苏苏就是唯一的真神 苍九明告诉所有人 自己要在三日后和黎苏苏成亲 并且也邀请仲仙一同来道贺 仲仙们得知此事后 觉得这是反抗魔神的最好机会 苍九明将一切都安排妥当 就等着和黎苏苏大婚之日 苍九明在大婚之日问黎苏苏 是否有想去的地方 随后便带她来到墨河 当年苍九和明夜就是在这里定情 若是没有般若福生 可能没人会记得这段记忆 接着苍九明让黎苏苏看见夜府 一切都看起来非常和谐 这就是苍九明心中的般若福生 黎苏苏主动亲吻上了苍九明 也算是最后一次告别 两人完成了洞房花烛夜 只是希望两人之间不再留有遗憾 苍九明知道 接下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对她非常残忍 但是自己会留下一丝记忆 让黎苏苏回忆 长月记名田虐明长景 黎苏苏与苍九明含泪诀别 当黎苏苏看到被图身弩瞄准的先门众人 心里最后一道防线被击溃 在无尽悔恨中 渗透无情道 断情绝爱 飞升成神 潘台静与黎苏苏为了天地苍生 两人在浪漫的暖光之中 只守相望 相拥告别 那么大家就喜欢其中的哪一段呢 还有留言评论哦